你当上车馆了吗你 说好了护师傅一退 你就顶上去 可你倒好 关键时刻 你矿工三天跑去 他什么 什么 交易无比赛 你有数没数啊你 火车跑得快 全凭车头带 您老人家 不是也没考上业大吗 我那是没时间服习 乔纳同志 要正视自己 您说您老都给自个儿 放了一个月的复习假了吧 咱们厂考上的 那几个一线工人 他们可才休了 一个星期的复习假呀 要承认失败 那才是勇敢的人 对了 我还有个事要告诉你 老北说了 白玉萍准备参加 九月份的高字考 怎么着 要不然您老跟他比比 他算个什么东西 我凭什么跟他比啊 我觉得人家小白这回 拿个大专闻瓶应该没问题 他有那股梗劲啊 恐怕到时候 你该更生气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干吗总跟我斗气啊 我哪总跟你斗气了 你说每回约会 我不都推心致富地 开导你 教导你 你说我对你多好啊 你开导我 你是不是觉得 我拿你没辙了 没有 有辙啊 你一个月不搭理我嘛 知道就好 这回啊 你两个月你都别来找我 别走啊 真走啊 真走呢 我就跳舞去喽 不听话是吧 走喽 哲泡 青菜 你自己去做 我会有咬到 小菜 我会有咬到 我自己去做 这里有咬到 你自己去做 还有咬到 我咬到 这么多舊 我没变了 谁说呀 你 你有电了 那你干嘛让我吹啊 说 说咱们啥呀 今儿 礼 礼拜几 今天休息 礼拜天 知道了 不 不能破 破规矩 我还有半个月就要考试了 你别捣乱 你让我复习复习 快 我完了 你快去睡啊 你别我我我了 你看今天你 带小尾巴去我们家 我们家人没再跟你提生孩子的时候 没再提吧 是不是 你从 从这个你得感 感谢感谢我 你提到这事词可多了 快点 快点 别放了 吃吃吃 快快吃 快吃 快吃 吃饭了快点 上床休息 跪 跪 跪点 睡 睡 睡觉 睡 睡觉 睡 睡觉 一 一会儿我跟妈妈也睡 睡 睡觉 1 3 3 3 4 Patricia 7 kalau 9 100 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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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时间啊洗澡 扎了一上午活 我出了浑身的汗 这人嘛 我又爱干净 我听说 你们缝纫组干劲挺大呀 一天要打出一件工作服 你说这不要人命吗 我这胸口疼的毛病啊 老长时间都没犯了 这几天我又不得劲 乔主任 跟你商量个事呗 你有机会给我掉掉岗吧 要我说呀 你就跟着我那老同学好好的干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有病啊就得赶紧去治 不能耽误了啊 对啊 其实呢 之前把你和魏姐调到缝纫组吧 就是考虑掉你们身体不好的 实际情况 没想让你们出什么业绩的 你也别怪我那老同学啊 他就是争强好胜的 这劲儿一上来啊 他就搂不住 忽略了你们的实际情况 你们多包涵点啊 他脑子有病 进来折腾我们 没办法 他要强嘛 对了 你看 最近不是又考什么高自考 难免要请个假呀 复习呀 你们呀 活儿都帮他干着点 多帮他想着点啊 他参加高自考了 可不 这事他没跟我们说呀 这事能跟你们说吗 这下好了 他要是带头请假 我肯定向他学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你学点好的不行啊你 行了行了 赶紧洗澡去吧 别忘了给我吊杆了 知道了 走吧 走吧 组长 我刚才洗完澡去了趟诱室 我头疼得实在是不行了 大夫给我开了两天定假 我得休息 定了 那你就休息吧 把头发吹干了别感冒了 嗯 正在抢活儿呢 你这一休息是两天啊 这屋子里 哪个身体都没你棒 你要能开下条 别人也能开 不开啊 行燕 你怎么又犯懒啊 这白姐不是带着大伙挣钱的吗 这要是工作好了 你车前一线奖金还高呢 我洗两天班 少扎两件衣服 少给我六块钱不就行了吗 我又不猜你 你这话说的 那感情我们是财迷啊 小白 我到医务室看病去啊 我也去开假条 大家比着鲜呗 谁是谁 你看你 算了算了算了 姐 咱们不斗气 这些天大伙确实是辛苦 谁要是累了就给我请假 我准 小白 你这话就说差了啊 人哪 还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干点活累点不怕什么 就怕遇到这种搅活人 搅活得把人心都搅散了 你说我们大家 谁还为了这三块钱提成奖 在这拼命啊 是是是 咱们缝纫组啊都是心气高 咱们是想干出点样 给全场看看嘛 别生气了 小白 我就看你和阿尹 在这干活不要命的劲上 就这今夜 我天天看都烦 一天洗撒澡 有事没事捧着个镜子 苗眉打脸的 赶紧跟常理说说啊 赶快把她弄走 行了行了魏姐 喝口水谢谢 好 雨萍 我看咱们要不明天停工一天吧 去服装厂参观一下 不是找一计划了吗 然后到公园吃灯野餐 放松放松 好啊 姐妹妹 那咱们明天就休息吧 咱们出去玩玩好不好啊 好 好 魏姐你别生气了 不许你请假 我看你们俩呀 都是心太软了 此不带兵 你们都不是当组长的料 我们不当组长 咱们做姐妹好不好 好 好 做姐妹 姐妹们 干活去干活去 前两个月啊 大家伙都不熟练 三四天才能砸出那么一件 现在好多了 基本上是每人每天能砸出一件 那你们现在一共干了多少件了 大概有六百多件 六百三十五吧 那还有一半呢 这再过三个月就要交工了 还有六百多件 你们来得及吗 应该问题不大 你看我们组啊 有八个人 做满情干满点 二十五天二百件肯定能做完 关键是我怕把他们累病了 你看金燕今天就请病假了 来 过来坐 我跟你说呀 坐 喝点水啊 关于金燕这个问题啊 我还真得告诉你 她平时在车间就爱装病请假 你千万不能做梦她知道吗 再这说了 这恶归有果法 常有常规 你该研究得严点知道吗 人家都拿出病假条了 我还能不给人家嫁呀 怪就怪我自己 眼大肚子小 当初就不应该拦那么多件衣服 现在不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我还不知道你 你是谁呀 你是白玉萍啊 属于那种 越压越强 越挫越勇形的 我听出来了啊 这话里有话啊 对了 我今儿要找你来 就是这不眼看着工期就要到了嘛 了解一下情况 顺便问问你有什么难处没有 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真不愧是我老同学先有灵犀 我还真是有一件事想求你 是啊 你能不能跟厂流脑商量商量 把那个加工费给我们一部分 你看这也干了大半年了 活也干了大半半了 我们这都是空头支票 一分钱都没见着 我想拿这个钱呀当奖金 鼓舞鼓鼓大家的事情 那你当初跟行政科是怎么定的 你不知道啊 当时我也没仔细看 我只知道是干完了以后才付款不是吗 是这么说的 可是你看我们这个部门不是没有奖金吗 你就跟厂里说 就一部分一部分就行 这样吧 下周一厂务会我帮你提一提 争取啊满足你这个心意 那我先谢谢你了 客气什么 报表放在这儿 我先走了 玉萍 我听说你报了高字考 怎么样啊 找了卷子试了试 有几门还行吧 那你都报哪几门了 我是打算报企业管理 大学英语还有物理学 试试吧 还不一定呢 试 总得试试对吧 那这奖金的事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没别的事了吧 没别的事了 我走了 行 注意身体啊 你也是 走了啊 好嘞好嘞 高字考企业管理方面的书和辅导资料我都要 行 我们这儿有配好套的 现在啊 买高字考书的人特别多 你啊稍等一会儿 我去那个后面的库房给您拿去 等一会儿啊 谢谢啊 我知道 我去治好 那我去治好 你可能要去治好 你家里有自己的环妆 在这里 黄淼 这你起来呢 你去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撕书呢你 这杯我要了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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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进行采入大检查 其中啊乱发奖金是重点清查项目之一 现在您封管的行政科 牵扯到一批工作服的提升奖 对对对 就是那三千七百多块钱 对呀 缝纱组八个人 每人四百多将近五百呢 您想啊 回头局里来检查 万一要查出问题来 您的工作不就被动了吗 我呢 这是替您着想不是吗 今儿是不是玩瘋了吧 我呢 我跟阿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你知道 人家都说你们什么 说什么了 老娘们儿嘚嘚别动 好话 你是不是也凑热闹了 我没没 你没才怪你没没没 我呢 咋了 咋不咋了 这 是 这不是有点饿 饿你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两天胃不舒服 你给我倒杯水吧 水 你说我这胃怎么了吗 好几天哪 一直不太舒服 也没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是吗 可能是有点证数 你给我拿一个那个 荷香证据水去 这这 不能下 下吃药 那个什么 明年 我陪你去医院检 检查检查 这还用去医院检查呀 我自己都知道什么毛病 就是太累了 好好休一休也就行了 你快给我拿一个去啊 你干吗呀 你这么高兴 我怕你真特别坏 我难受你就在这儿高兴 害羞 干吗 是不是坏 怀孕了 你别臭美了不可能 你不是吃药了 别 别学了 早 早点上 上床休休息吧 去吧 我再看个书 上床休休息 看你 看什么 你把我想到那啥什么 今儿 今儿晚上我绝对不 不欺负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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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帮我把小伟不红睡了 看书 我再看完书 我没事了 不难受了 他归你睡也睡少了 咱们走走走 睡睡 我再看一会儿 不 不看了 我发现你一天就捣乱 好 行行行行行 笑这都不行 怎么那么那么慢 这 这点事 你可是我这儿歇走了 一会儿了 你这次怀 跟上次怀 小伟有什么感觉 结果还没出来呢 谁让黄伯和声 文姐 紧张上这都是光 能挣发 白亭 白亭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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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你看着懂吗 认 认臣 杨 杨姓是 是什么意思 这怎么回事啊 你 怎么 怎么 中了你的意了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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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没写男孩儿女孩儿啊 四十七天 这四十七天能写什么呀 四十七天 你这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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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这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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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前交的稿啊 那你们知道半年前他在哪儿吗 广州 我是他一个朋友 也是好久没跟他联系了 行 谢谢你啊 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病 精神头大着 真 我看见华爷当我头都大了 都四十多天了 我竟然不知道 既来之则安之 可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再晚一年就好了 你可不能再这么拼命了啊 实在不行 咱们就减少两三百千工作服 给副厂长去做 那可不行 那怎么跟肠子里交代啊 你看大伙现在都鼓舞稚气了 如果我要是掉链子 说不过去 那你大得高自考呢 这现在不等的是三面牵扯你的精力吗 你哪受得了啊 实在受不了就不考了 我怀孕这事儿 可别跟大伙说啊 再过两个月 我出怀的时候 这活儿也干完了 这可不是办法 那养身子 放心吧 干活吧 干活吧 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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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这样吃 你让我这儿坐会儿 这有瓜子 有水 你吃点呗 什么什么 喜糖 你有什么喜事啊 这么大事你都不知道 你们组长我老婆怀孕了 又怀孕了 你回来 他真厉害啊 都俩了 啥 什么意思 不是 你别掉脸子 你掉什么脸子 我这是夸你 你听不出来啊 你这是夸我吗 当然了 那白玉萍 她是有你这样的男人 她才变得这么有福气 你知道吗 你 这是 什么意思 就跟你说吧 你这帮人 都觉得你蛆得慌 我怎么听不懂 听不懂啊 听不懂 那你八块糖我告诉你 你放我嘴上 你放我嘴上 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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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 那我不送你了啊 来来来来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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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嘴短啊 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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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短 我老婆替我怀了一大胖儿子 这宝胎全靠你们了啊 拜托 拜托 拜 拜 拜托 那我们都歇了得了 就别干了 我跟妈说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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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高兴啊 我也是今天上午才知道的 咱们可说好了啊 谁也不许请假 加班加点把它搞完 好 行 玉萍 这段时间容易流产 你可得小心点 小心吧 你操什么心哪 人家小白是二胎 有经验 你怎么这么说话的呢 傻呀 你赶快找个男人架了吧 一身懒肉 就是这两嘴勤快了 狗嘴吐不出想牙来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欺负我是吧 我长肉怎么了 我吃你家饭了 我嫁出去怎么了 你什么事了嘛我 你 你 进不歇会儿呢 歇什么歇呀 我敢歇吗 我刚歇两天 就背后算计我 谁算计你了 你配我不算计吗 没算计我 你们出去玩 没算计你呀 你不许歇让人家出去玩 不是真的呀 出来出来出来 还出去玩呢 这 你别想跟他挺着干 你是不是 怪我骂他吗 整体一言怪气的 玉萍 我把话挑明了 你别在意啊 刚才他说你那句话 分明就是哪壶不开 及哪壶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为我出气 让他说去呗 这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再难听的话 我就听过 怕什么呀是不是 魏姐 你也是气性大 老话说一个巴掌伸出来 五个手指都还不一边长呢 金样正那样 你甭跟他一般见识 就是啊 你说这种话多伤他自尊心啊 问题是他太客气了 谁受得了啊 你要真为他好啊 你给他介绍一对象 他就好了 我跟你说啊 哪个男人要是娶了他 算到八辈子没了 人家还不把介绍人给骂死了 推向裤底子了 魏姐 以后不许这么说了啊 我给缝纫组立一规矩 以后谁要是把金样惹哭一次 我就扣我自己十块钱奖金 反正你看着办 你要不心疼我 你就跟他对着干吧 给我来苦肉计了不是 好 不说现话了 干活干活 走 他们就是合着火的算计我 我刚歇兵驾 他们第二天 他们就去逛公园 还算歇公驾 你说这不是欺负我 是什么呀 好了好了 大家昨天的活动 主要是去福山场参观取金的 还真不是为了玩 那没去公园啊 没视野餐呢 我 这样 我说你少吃一顿两顿怎么了 你那不缺一顿 你看你现在胖 都能装我俩了是吧 有你什么事啊 我们女同志的谈话 有你们什么事啊 赶紧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 别在这儿凑乱了 赶紧走 有事啊 当然有事了 我们是来借书的是吧 我们要武装自己的头脑 敞开自己的心灵 以免对别人产生嫉妒的心理 小贾 你要借书去阅览室 这儿没有什么热闹可看 没什么事的 都出去吧 出去 主席发话了 来 听我口令 向左向右向后抓 齐步走 一二一 主席走了啊 昨天我们是去公园了 按理说大伙参观完服装场 该去吃顿饭的 可是我跟小白为了省钱 所谓的野餐也就是大伙儿 各带各的饭 坐在一块吃 聊的都是 怎么把缝纫组越干越好 大伙儿都说了 就这几个月的练兵啊 以后咱们就可以接 各种各样的服装做了 要我说这事啊 金燕儿你也别太计较了 不话说回来了 以后真有这种事啊 你们完全可以通知一下小金嘛 我想小金也不是不愿意去 对不对啊 就是 他们就是程媳妇告诉我 洗对我 好了 我平时不爱说人的 金燕 小白她比你小 她不好意思说你 我今天可得好好说说你了 不是大伙儿不愿意和你走近 是你总是游离于大伙儿之外 你太不体谅别人了 你看人家小白她都怀孕了 你看她什么 小白怀孕了 她 她 她上午刚做的化验 小白 给你倒洗了 又怀孕了 回忧再说啊 主席 金姐 还哭呢 别生气了 刚才卫姐说了 说她不应该对你那样说话 她保证以后不再跟你吵架了 别生气了啊 反正以后我是要欺负我 再惹我 我就会跟她没完 好了好了好了 让我生气我就哭 一哭就容易 行了行了行了 不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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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来来来来 小白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 坐坐坐 妈妈 咱们大家伙好好聊聊 看看啊 怎么帮助金燕解开思想科的 金姐 以后有什么不愉快的 你就跟我说啊 来来来来 吃一双饺子 长手面 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 来来来来 妈现在就催生那不是流产吗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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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说八道 白萍 我们家现在可拿你当个宝了 你自己也得在意 你跟厂里说 把你那破工作辞了 换个轻盛点的 借好就收得了呗 我们厂那工作不太好换 我自己小心点 妈 您放心吧 地球少了谁都赵传 不是 让你们厂开除那段时间 我也没见你们厂关门 这活着说的 真是 玉萍 你个小尾巴睡醒了 我好像在这儿看 我去看过去 那你们先吃点 老饼 以后别让玉萍累着了 你都干点活 妈 我那招 零了 我跟你说哥 你就这回还是有脑袋 我跟你说 跟他你自己多动点心眼 要不女 女的一过了三十了 吃过见过什么了 她不在乎了 你再想管 没戏 不是你点 一 一步一步 乱点 你俩吃饺子不算粗啊 说了什么呢 我张了 张了 我说 我跟你说 这个玉萍要是把孩子生下来 什么都不用你们管 一平啊 快快快 你快点吃饺子都凉了 来来来 不不不 这么饺子啊 吃了凉了 没事吧小尾巴 没事没事 你睡着了 一平啊 现在 你想吃酸的啊 还想吃辣的 我现在 好像还没 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啊 好好想想 是不是想吃酸的啊 酸儿大女 我妈想抱孙子了 那我多吃点酸的 来 你这不碰我妈的吗 问你想吃什么 你就说多吃酸的 想吃酸的 听我说吃酒 她说的老手 太酸了 也要不想 吃了 来来来 多吃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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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开 包开 你看 吃香蕉了 你看这小尾巴 能走路之后 跑得可快了呢 喝点八股粥吧 你别学了 我不喝 专 专门给你熬 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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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可不能药 肯定不健康 别 别着急 千万别 别着急 我 我跟你说 每次咱俩那 那事之前 我给你吃的都是VAC 都是一路使开的 我 我把那药给花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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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 当 当 当孩子 我发现你怎么那么坏呢 你损资那么多呀你 别别 别生气 生气 生 生什么气 运萱 运萱 能帮我 正面交棒啊 今天晚上有课 你还上课呀 你不怀孕了吗 你注意身体 没事 坐在那又不用动胳膊不动腿的 那你出来上课 孩子谁给你带牙 送托儿所了 一个月都交二十多块钱了 要我说呀 你就是太要强了 就为乙公带干的事啊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想听实话吗 那一定是没可能了 裕萍啊 你是知道的 现在厂里最缺的呀 就是高学历的人才 你犯过错误 又被厂里开除过 要我说呀 你别那么要强 再者说那文凭对你来讲 也没多大用处不是吗 那我就为自己学呗 我在新华中学上课 跟你不顺路 我还着急呢 先走了啊 改天再聊 慢点啊 慢点啊 还以为自己三头六臂 八面玲珑呢 等着吧 有你焦头烂额的时候 好 当初咱们谁也没想到啊 那个财务制度专项检查呀 是从六月份开始的 可我们这是寄件提成奖啊 不是乱发奖金 这是承包范围之内的 是啊 徐主席在会上 帮你们争取了半天 可是没用啊 你说当初要是没赶上 这财务检查呀 咱们也都混过去了 谁让你们赶上了呢 按照规定啊 这一万三千多块钱呀 都要划到工会的账上 每笔支出 都要用于职工的福利 这也有点太不讲理了吧 这厂里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不是说多劳多得吗 说好的是这三千七百五 是给工会做福利的 一万块钱是给我们缝纫组的 是啊 最后我也忍不住说话了 我说人家忙活半天 总不能让人白忙活吧 对不对 可是有人说了 他们是拿工资的 拿工资就得干活 又不是吃劳饱 是哪个领导说的 咱们去问问牙银 你稳住喽 后来啊 后来厂里是这么决定的 现在啊一线班组每个月的奖金 是三十块钱 你们二线班组就报了五十二块钱 这本身呢就是违规的 这笔钱如果发了就是乱发奖金 我就再三劝他们 对不对 后来厂里面决定 按照一线班组 每人每月三十块给你们发 而且马上兑现 不是我们这个组啊 是老弱病残 当初说好五十二块钱奖金 我们没有其他的奖金 现在一下捡到了三十 我怎么跟大伙交代啊 我们是没日没夜的 加班加点的干呀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玉萍 你不是逼我吗 我争取到这份上 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按照财务科的说法呀 让你们加工这批衣服 本身就是违规 你们适当地收点加工费就行了 关键是你们现在牵扯到 都大规模的加工成衣了知道吗 太不讲理了这 怎么让你这一说 都上纲上线了 玉萍 要我看哪 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你想哪 有总比没有强霸 你这么闹下去 万一连那三十块钱都没有 怎么办啊 是啊 行了行了 消消气 阿姨消消气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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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